喝水不忘挖井人 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更不应该忘记那一单律师 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是在深圳 我身后这里是东湖公园 这个东湖公园以前又叫水库公园 是后面改的 这里面就是深圳水库 大家知道深圳水库吧 深圳水库不仅承担着深圳的供水 还同时承担着香港的供水 深圳和香港的供水 有一大部分都源自于这里 深圳水库 这里可以说是深圳和香港的命脉 现在我就进去啊 大家去看一下这一个伟大的工程 看一下深圳水库 现在我眼前的这一个就是深圳水库 这边是大门 里面是用铁栅栏围起来的 是不能进去的 这里是一级饮用水源地 说到深圳水库 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 由于香港的特属地理位置 常年都缺乏淡水 上个是几六十年代的香港 还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1963年的香港 遇到了百年难得遇遇到大汉 几百万人因缺水而受灾 当时候香港缺水有多严重呢 就是每四天供一次水 每次只供四个小时 当时候的香港市民 把所有家里面能拿出来 装水的全部装水呢 因缺水受灾导致 几十万人逃离香港 香港的水坊也引起了 主播的极大关注 1963年12月 周总理决定援助香港 解决香港的水荒问题 于是召集了相关人员 讨论具体的解决方案 最终决定由中央财政 拨款3800万 建设东江深圳供水工程 就是引东江之水供香港同胞 而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 这个深圳水库就是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1964年2月 东深供水工程全线开工 通过一万多人将近一年的努力 共建设出了一个水库 六个南河大坝 八个抽水站 引得东江水倒流83公里 注入深圳水库 最后由深圳水库向香港输送 从此彻底解决了香港的水防问题 也给香港日后的发展壮大 提供了更有力的条件 时至今日 50多年已经过去了 香港70%到80%的淡水资源 都来自于这个深圳水库 毫不夸张地说 东深供水工程就是香港的命脉之一 50多年以前 一万多名建设者 已让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冲天干净 用了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项无比艰巨的任务 建成了这一个 如今看来都是十分伟大的工程 1965年2月 在工程完工的大会上面 香港送了一面 饮水思源心怀祖国的景旗 如今50多年过去呢 喝水不忘挖井人 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更不应该忘记那一段历史 大家看到没有 前面那一条白色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管道 隔远的看不见 然后进来一看这个管道你就知道它有多大 我之前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管道 这就是深圳水库的输水管道 这个管道一直向南 越过深圳河 就把水输送到了香港境内 50多年呢 从未间断 通过这些管道 将优质的淡水源源不断的输向香港 这个水库啊 这里就是深圳水库 这是深圳和香港两地的水 最重要的一条水库 香港70%的淡水龙来在这里 还有深圳 这个都留在上面了 这个水非常清澈啊 优质的水人